在上個月 美國康州校園槍擊採案中倖存的孩子們 終於要重新上課了 新的學校位於附近的門羅鎮 距離原來的桑迪胡克小學約11公里 原先叫做粉筆山中學 現在已經被更名為桑迪胡克小學 週三下午 孩子們第一次見到了自己的新校園 在世界各地孩子們的幫助下 這裡已經被裝飾成冬季仙境 位於門羅鎮的新學校 距離桑迪胡克小學11公里 設有全新的安全系統和配有武器的保全 桑迪胡克小學從幼稚園到四年級 超過400名的學生 週四將在這裡重新開課 發生於去年12月14號的桑迪胡克小學 槍擊慘案 造成了20名小學生的死亡 也引起了社會輿論對槍制管制的關注 經過漫長的半個月 孩子們終於能返回到學校正常讀書生活了 新常人亞太電視 黃千鋒編譯 門牠都是剛才高的 絕對牠的陰河 還是水泡通